系纸内垢溪步道风景相当不错 最近赏银步道里还有民众发现有萤火虫的踪迹 为了让生态环境更加的丰富 今年还完成了一个萤火虫富裕池 只是最近发现有边坡崩塌的状况 土石还流进了富裕池当中 28号这天下午市议员廖正良 他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内垢溪靠近彩虹桥这里 从步道入口处走进来可以衔接到中山里 这几年的萤火虫步道经营有成 陆续都有民众表示 现在已经看得到萤火虫 尤其现在步道旁又新僻了这么一处 萤火虫富裕池生态是越来越好 不过最近却发现边坡有崩塌的情况 里长就担心不处理情况变严重 实在很可惜 因为地方对于这处富裕池有很深的期待 我们经过跟我们这个里面一些热心的 志工朋友们大家研育的话 我们希望从这个池开始来富裕萤火虫 那希望说在一年以后 这一个赏银步道能够充满萤火虫 能够让我们里里面的年轻的小朋友 能够多一个能够赏银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块生态池旁边有 这个土石流失的这种情形 那厘清这个土力所前任之后 假设是属于水籍的 我们就请我们水籍尽快地把这个旁边 做这个富泊的水路保持 才不会有这个崩塌的情形 这块生态池才不会有被淹没的情形 接近彩虹桥这一端原本的小池子 现在初步整理后成了萤火虫浮育池 目前也正在浮育萤火虫及相关的物种 不过土石一直流入 池子里也不是办法 所以地方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 里长建议将池底及周边的环境先建立好 再引进适合萤火虫生育环境的物种 我们希望的是先把这个 这个富泊池的池底 周遭的环境先把它建立好 然后我们会陆续引进适合萤火虫 生育环境的一些物种 然后逐步地做 我们预估的时程是在 大概一年的时间 能够让萤火虫形成它们的去落 成为这边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步道 厘清土力所前任之后 那假设是公家的 那我们就会除了他们在地的来维护之外 我们会请农业局提供 莲花还有碎莲 荷花到这边来服务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先离清这块地 是属于私人地或是公有地 如果是水利局的 议员廖正良也要求尽快的十座户坡 再进一步请农业局协助引进适合的物种 预计一年的时间 让这里成为属于萤火虫的聚落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